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追击 我是Jennifer 中国政府最近的立场有强硬化趋势 坚持要求美国取消部分或全部对华关税 北京时间11月5日晚 中国官媒经济日报的微信公众号 陶然笔记发表题为 达成协议必须同补等比率 取消以加征关税的评论文章明确指出 美国取消对中国产品征收的所有关税 是达成这一协议的必要条件 有分析家指 中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可能要黄 众所周知 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可能的完成 是建立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各自国内政治需要的基础上 目前形势正朝着习近平有力的方向发展 拖延很久的四中全会已经开过 尽管许多观察人士尽量放大 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一些政治弱点 但客观地看 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 事实上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四中全会提出的所谓的中国之治 就是习近平思想的一个主体部分的理论体系 众多的坚持和完善 则是其治国理念的具体化 这一切虽然不能证明习近平思想的伟大 但无疑却可以体现习近平政治势力 在中国一人独大 正因如此习近平在美国贸易谈判上的腰杆就更硬了 因为他现在根本不着急中美贸易协议的达成 他可以拖 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没有人敢去质疑挑战他对美政策 哪怕是搞成中美两败俱伤 但川普比起老习 显然在美国国内就要弱势得多 一个是现在已被中院弹劾 而且大约有一半的美国人希望他下台 其压力可想而知 另一个大的麻烦是马上面临总统连任选举的问题 如果在中美贸易问题上没有突破 美国农民的粮食肉类卖不出去 农业区的选举人票可能就会大大缩水 因此川普这段时间真的有点着急了 智利上周取消主办亚太经合峰会 让川普想借峰会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计划落空 他当时就着急了 川普11月1日曾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习近平举行协议签署一事 上周末又再次提及 并指爱荷华州是其中一个可能地点 属于鸽派的商务部长罗斯也补充说 阿拉斯加与夏威夷也在考虑之列 评论认为对川普来说 在农业州且可能是2020美国大选兵家必争的 爱荷华宣布签议协议 有助政治加分 同时也有讨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意思在里头 因为习近平曾于1985年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期间 及2012就任国家主席后两次访问爱荷华州 不仅受到热情接待 而且与老州长及现任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成为好友 现在四中全会后的习近平可能会坚持 美国撤逐更多加征关税 外界已在猜测 川普为签成这个局部协议 将会打消原定12月15日的加征关税措施 而习近平可能会再要求撤销9月1日起实施 对1100亿美元中国货品的加征关税 还可能要求美国在华为与其他被列黑名单的中国企业上让步 这些条件也许在焦头烂额的川普的考虑之列 商务部长罗斯财政部长姆努钦可能也会附和一下川普 但是川普政府内部的鹰派官员 最近几周都加强批判北京的火力 他们呼吁对中国因以共产权威国家看待 而非过去认为的转型上升经济体 副总统彭斯 国务卿蓬佩奥 还有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而且反对党民主党对华态度强硬 他们还要加上对中国方面的人权考量 我们知道川普的竞选连任也需要仰赖对中强硬的主流鹰派 因此川普不敢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条件太过让步 不然被骂成卖国贼就不好办了 尽管有人说中国对美国的粮食是刚需 而现在由于猪瘟对美国的猪肉则是急需 中国在对美谈判上不敢过分强硬 但是中国现在却将进口农产品的眼睛盯上了加拿大 何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 即使吃草也可以过上一年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1月5日星期二说 中国将恢复从加拿大进口牛肉和猪肉 近一年来 由于中加之间的人质问题 双方关系恶化 今年年初 中国以检验有害生物为由停止购买加拿大油菜籽 四个月前不再进口加拿大牛肉和猪肉 特鲁多发推文说 今天给加拿大农民带来个好消息 加拿大对中国的猪肉和牛肉出口将恢复 这个消息在中国政府也得到了证实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月6日星期三说 中国已经恢复允许进口加拿大牛肉和猪肉 他表示 加拿大已经解决了中国对加拿大猪肉和牛肉的安全担忧 并且提出了整改计划 当然 所谓解决了中国对加拿大猪肉和牛肉的安全担忧 不过是一个必须恢复肉类贸易托辞而已 有评论认为 现在中国恢复对加拿大的肉类进口 实为一石三鸟 一是为中国寻找一个更多肉类进口国 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二是顺便离间一下美加关系 三是为孟晚舟问题在加拿大就地解决试水 还有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 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也在积极发展和中国方面的关系 中国政府官员11月6日在记者会上宣布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中国访问期间 与中国签署了价值151美元的合同 合同领域涉及航空 能源以及农业 有20家法国公司获准向中国出口禽肉 牛肉和猪肉产品 据路透社消息 在能源方面 北京燃气集团与法国公用事业公司ENGY达成备忘录 同意合作建设天津液化天然气终端和储存项目 很明显 中国正通过其庞大的市场优势 对美国的盟友减群鞭 消解美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优势地位 而且即使美国方面答应中国方面提出的贸易协议条件 习近平也不一定就会爽快地答应去美国签署协议 因为在美国签协议对习近平同样未必是好事 跑到美国与一位中国国内普遍认为要遏止中国崛起的人签协议 将使被认为这一世代中国最具权力领袖的习近平看似去喜和 据香港南华早报11月6日报道 知情人士称 习近平将于下星期前往巴西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1次会晤 习近平此次前往巴西 被视为中美元首有可能再次举行峰会 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个机会 习近平有可能在前往或从巴西利亚回国的途中在美国停留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迄今未对习近平赴巴西途中在美国停留举行中美峰会予以同意 中美第一阶段的协议细节尚未最终桥顶 美国是否取消对华关税仍是症结所在 同时这个行程对于他在美国停留 签署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过于仓促 所以综合中方目前对美过分的要价 美国白宫鹰派的对华强硬 中国方面与加拿大欧洲贸易关系的回暖及拓展等等因素 专家认为中美11月份要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可能要黄了 川普现在在积极向习近平伸橄榄枝恐怕只会增加中方要价的筹码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追击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